受近一段时间以来暴力示威等非法活动的影响, 香港旅游业受到极大冲击,酒店行业也遭受重挫。 在往年,眼下正是香港旅游的旺季, 然而8月30日,记者在网络上几家长店的酒店预定网站看到, 多家酒店的房价出现了较大幅度的下跌。 若以9月1日入住一晚搜寻, 有多家城市中心区域的五星级酒店价格降幅超过30%, 而四星级酒店价格降幅近50%, 有的四星级酒店只需要港币200块左右即可预定。 对此,港区全国人代代表香港工联会会长吴秋北表示, 两个月以来的暴力冲击、毒涩机场等行为均沉重打击香港旅游业, 影响从业人员的生计。 香港你知道租金是很贵的, 而星级的酒店几百块就有一晚, 现在这样的影响了其他的就是说就业的问题就马上浮现, 酒店带头来让这些员工放无薪的假期。 这种是一个很有标志性的一种表示, 就是说接下来如果再没有生意的话, 这些人员可能就要给裁掉了。 首先是开工不足,跟着就是裁员、失业。 这个对香港的整个经济打击是很大的, 特别是作为我们工会都很关心这方面的情况。 截止目前,共有30多个国家和地区对香港发出旅游提示, 防港旅客人次持续下跌, 7月份防港旅客跌幅达两位数, 预计8月和9月防港旅客人次将显著下降。 香港特区政府的数据显示, 旅游业的贡献占香港地区生产总值的5%, 直接就业人数达27万, 相关行业如酒店、零售等从业人员约80万。 吴秋北表示, 旅游业遭受重创, 会给香港经济带来一连串的影响, 目前多个行业已经是哀鸿遍野。 香港这个服务性行业现在是主要的, 而服务性行业其实就要靠人来消费, 特别是旅游, 这个餐饮、酒店、运输、零售这些, 从6月一直下来, 这个生意额是节节地下降。 我们有一些说法, 就是爱红遍野。 然而,在这种情况下, 香港部分激进人士为达政治诉求, 能再策动所谓的罢工。 吴秋北表示, 工人会极其反对这种伤害雇员, 伤害行业发展, 伤害香港经济的做法。 这样下去只能毁坏香港的一些很根本的, 比如说我们的经济, 我们的社会, 我们的法治, 以及整个香港的一个发展, 要恢复社会秩序, 要恢复社会安宁才是最大的民意。 更多精彩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。 请不吝点赞 伤害连同学生的解决 . 福利是白土与的高血区的解决。 不吝点的解决关系。